《约伯记》第41章 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 能用绳子把他的舌头压下吗? 能把草绳穿进他的鼻子吗? 能用刺钩穿透他的腮骨吗? 他会向你再三恳求 对你说温柔的话吗? 他肯与你立约 好使你永远奴役他吗? 你怎能玩弄他 像玩弄雀鸟一样呢? 怎能把他拴住 给你的幼女娶乐呢? 结伙的渔夫 怎能拿他当货物买卖呢? 怎能把他分给商人呢? 你能用刀钩扎满他的皮吗? 能用鱼叉扎满他的头吗? 你把手按在他身上 想到与他的战斗 你就不再是这样做了 人希望捉住他是突然的 人一见他就心惊胆战 人惹他的时候 他不是很凶猛吗? 这样有谁人 在我面前能站立得住呢? 谁先给了我 以致我要偿还呢? 天下万物 都是我的 论到鳄鱼的四肢 和他的力气 以及美好的体态 我不能接磨不严 谁能揭开他的外皮呢? 谁能进入他上下两额之间呢? 谁能打开他的口呢? 他的牙齿令人站立 他的背有一行一行的铃甲 紧紧合臂着 像印得很紧的印章一样 这铃甲一一相连接 连气也透不入其间 铃甲一一互相联合 互相紧贴不能分离 他打的喷嚏闪出光来 他的眼睛如同清晨的阳光 有火从他的口中发出 火星四射 有烟从他的鼻孔里冒出来 像从沸腾的锅中 和烧着的芦苇里冒出来一样 他的气可以点着煤炭 有火焰从他的口里喷出来 他的颈向上存着能力 惊恐在他面前跳跃 他下垂的肌肉紧贴在一起 牢牢地贴在身上 不能摇动 他的心坚实如石头 如下磨石那样坚实 他一起来 勇士都惊慌 因惊慌过度举止失措 追上他的刀剑都没用 毛枪 镖枪 短枪也是这样 他把铁当作甘草 把铜当作朽木 弓箭不能使他逃跑 甩石鸡弦 在他看来不过是碎阶 棍棒被他当作碎阶 断枪嗖嗖之声他也讥笑 他的腹下像锐利的瓦片 他在泥上撵过如同有利丁的爬梨田一样 他是深渊沸腾 他搅动海洋如在顶中调制高油 他使自己行过的路发出白光 令人把深渊当作白发老人 在世上没有一样像他的 他是无所惧怕的动物 所有高大的动物 他都藐视 他在一切狂傲的野兽之上作王 我吸引了些东西 我吸引了一切狂储 它是无所谓 你 monetary说完蛋了 我觉得是可以 你让这些狂储 我吸引了一切狂储